好 OK Let's go 再回家嗎? 對啊 有聽到BBV你就要再看一下 不是旁邊嗎? 不是 他只要經過你那附近 他就會回家 等一下還沒 因為怕你A到那一台車 退遠一點再轉方向旁 等一下等這一台車 怎樣? 我們先走就好了 等一下 對 你方向錯了 我不是要往那邊嗎? 對 可是他也在退 你要讓他 都要往後 你轉的是頭往前了 對 這樣才對 好了 好 不要發脾氣在這些東西上面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頭是往他車上那邊跑 你頭是往他車上那邊跑 你到錯方向了 要左轉嗎? 要右轉 左轉嗎? 右轉去那邊 出去之後 出去之後還是右轉 然後他衛生紙有打折 結果你通訊沒有 沒有到 打五塊錢 對啊 那不是三塊 18塊99 那可是他沒回你就不知道有必要 管他啦 那不然就要等下次 這邊你老師有說怎麼走嗎? 沒有 就這樣走啊 他就一直跟著他圈繞就是了 不是啊 有沒有說誰先誰後啊 先到先 你誰先到就誰先 這一次拍照到後 你先到你就先走啊 沒有 你如果是四方向的話 就不見得啊 如果不是也先到先走嗎 先到先走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四方向的時候 他一二三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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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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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覺得他等一下這個應該是 右黃身之後才轉 那我沒說 先生太快了 你已經跑到黃去了 我剛剛就死而已耶 問題是 你沒有再出去一點 再繞過來 你是很 九十五 九十度腳 這樣你懂我意思嗎 你要你要 不是 你不夠出去 好注意看車 走我去SOP 要打轉嗎 還不用打 要 要 要打左邊 你懂我意思嗎 你是這樣子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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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如果你要 你要轉到這邊 你怕 你怕你轉過來才接 知道知道知道 你要再 你起碼要等我話講完 沒有你剛才你 說第一遍我就說懂了啊 你第一遍說完我就有說懂了 你又要解釋第二遍 你油門都加油 是不會覺得太重 剛才那樣嗎 有時候轉彎的時候會 轉彎的時候會 轉彎的時候會 就是太重的原因吧 所以它離行力又會很大 那你就不要加這麼多油門啊 因為你們教練車 它是油門要加重一點 它才能轉彎 我們不用這麼加這麼重的油門 就可以轉彎 我們要換道嗎不用 沒有 你懂我意思嗎 懂啊 它可能需要加很多油 它才有辦法達到 它說的那個速度 我們不用啊 那你一下就加了很重的油 你要轉彎你就會變成 你就會變成 變成那個甩的很 後面甩的很大力 前面你沒什麼感覺 坐後面的人就會感覺很重 所以其實你開車穩不穩 不是坐前座的人感覺 是後座的人 你如果開車很穩 坐後座的人就會很舒服 你知道嗎 嗯 你如果開車不穩的時候 坐後座的人就會緊張 不要坐前座 前座都會緊張 後座不用更加 那你每次開完車都會頭痛啊 就開車不會 開完下車都會頭痛 你們不會嗎 不會啊 好 看我沒痛 我就 該進Costco 想說習慣怎麼頭痛 所以你們約禮拜天 對 你們約時間 對 很沒約時間 原因是什麼啊 你約時間 他剛才還有兩個 他還沒有時間看那個 看他的表 因為他還有兩個學生 哦 在我之後還有兩個 要去接 比較遠一點 然後就先走了 他說 就到時候我要跟他去看他穿衣衣衣 他跟我們說 你要走大馬路回去嗎 除了你習慣的大馬路回去啊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那些決定嗎 哪一條是習慣的大馬路 走到底 要走 走到底 今天教練帶你開哪裡 今天教練沒有 今天教練是在我去 他們家那邊 那這個切的 這樣切就很不容易 對嗎 就往他們那個方向 然後進到那邊的小區 就往他們那個方向 不知道他們家那邊 就往那個方向 往那個方向 不是下來這邊 小區 有啊 他那個走到底 對 路口有個小學 對啊 怎麼都也沒有 有個四層路口那邊 就Nielsen啊 應該是Nielsen吧 就Nielsen 那邊就是 我一個小學就是Nielsen 那一個就是啦 我也不知道 我只不知道小學名字叫什麼而已 我沒有注意小學的名字 我只要這個進什麼以後 塞車 你如果要切左邊 你就要現在就過去 怕你等一下不好接 不要加這麼多油 因為前面還有很多車 你換一個車道 不需要加這麼多油 但是你踩油門 都踩這麼多勒 因為教練的車跟我們車 會有一點點差距 如果要用我們車烤 你就要適應我們車子的 那個油門 嗯 其實應該說 你每一台車開的時候 都不太一樣 剛開始是要適應一下 是沒錯的 嗯 那如果 剛才那個我得切過來 後面那個我不知道 它到底要不要加速 沒有加速 我就加一點的切進來 是沒有錯 可是你一下加太猛了 它意思是說 它想快一點進來 沒有不然那個 那個車它不快不慢的 如果我直接切進來 一定會撞到 所以我再加點油 再前進一點再切進來 因為我燈都打了 OK啊 基本上你看它不快 它如果不快不慢 有可能它是在讓你 因為它看到你在換車 所以我的加速啊 也還好啊 你就順順的加就好了 因為它讓你的 你就順順的就可以了 順順的加都快要到這裡 我剛才切肉 你一定都說 為什麼那麼快 都快要到要停了 要不快一點些的話 你要注意前面的車就對了 這樣過來的話 我剛才就看燈 我知道它有在讓 它有在讓 你就不用加這麼兇的油 因為我快要到燈了 我快要到燈了 要是它沒有 它停的時候 它看我要進不進 它就直接往前的話 那我就進不來了 所以我們等一下要走 然後我們下來的那條路 還是直接上去 對啊 我們下來的那條路 好 我現在想不到水槍 好不好 加一點油 這時候才真的要加油 這時候才真的要加油 所以已經跑到快要40了 所以已經跑到快要40了 應該40了 應該40了 這個上坡沒有 這個上坡沒有 不是嗎 下一個 下一個 看到 看到 過了嗎 它就轉 誒先生 我叫你什麼原因 你知道嗎 不是 我剛剛叫你什麼原因 看到嗎 不知道 昨天還前天 有一台車也是超級靠右 都已經快要到我那條線 發它一下它才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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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你說怎麼還是要這麼快啊 九道就30啊 這本來就是大陸啊 這就是大陸啊 大陸就50啊 就前面都那個小區才 噢不行 就 不然都50啊 正常都是50啊 這個在載什麼 載到這麼多 現在有喔 它那還不是電動的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讓它們先走 對啊 這我不用讓啊 如果它站在那邊 你其實就要讓 不用讓 這個不用讓 這個不是斑馬線 它這不是斑馬線就不用讓 它也沒有在動 它也沒有在動 教練說得好 對 它說它沒有斑馬線 然後它也沒有走出來 就不用讓 它說就算它走出來了 你就是超過3公尺的話 你也不用讓 它說 只要沒有斑馬線 基本上都是我們 都我們的 除非它是真的 直接超越跑過來 那樣子的話 它就要讓 開車 對 是基本上我們會 浪行的先走 剛剛那個 它們一臉就沒有要走 的樣子啊 如果這樣的話 馬路上都不用開車了 也沒有那麼誇張 可是就是 沒那麼誇張 對啊 剛才那個看就知道它沒有要走啊 我剛才看得出來沒有要走啊 這個是 搬家嗎 有嗎 看不到 不要切好了 它這個 這只挺而已 它是怎樣 搬家喔 要幹嘛 你要切左邊 對 看一下左旁邊有車 有車 有車就等一下 因為它一直在閃燈 它要走嗎 它要路進去 不可能停在路中間 不可能停在路中間 它們怎麼沒閃燈 就賣掉了 這間有沒有 多少錢它那間 當初它開價一百萬 你會知道 一百萬 現在以現在來說一百萬 不是剛剛就 正常價錢嗎 很大小吧 很小啊 是喔 一間Townhouse嗎 對 Due Place 就是切一半的 對啊 那不是Townhouse嗎 不是 Townhouse是 是並排的 然後它那個是 就切一半啊 Due Place 一間一半 但是不是叫什麼 Due Place Due Place 然後它就 那一百萬有點多 其實它House也是八十九 下面那間是什麼啊 我們上次看那個 4680的 那個是House 對啊 那個多少啊 兩百多 合幣賣兩百多 它沒有掛價錢金 可是國幣賣 它不是入口就快了 它如果賣兩百多 它的價錢可能一百八 一兩百左右 都會有 就會在那個價錢金 兩年前不是才一百萬 現在已經兩倍了 沒有 兩年前就已經一百百 一百二十七萬 是嗎 我們這一區不可能 真的假的 我不是這樣說 大概兩年前才一百二十七萬 一百二十七萬 一百二十七到一百五十七 一百二到一百八 都有啦 我們就是看 它是要不好看 超舊 不知道啊 太早打了 可以啊 好打人家 就知道會死 太早打其實會扣粉 唉 太婉轉了 過頭了 過頭了 所以跟你講 煞車嘛 早就要煞了 你都不煞 家裡在哪裡 這樣轉彎 又是很危險 這家道會不會嚇人家 你來沒 你去看它 你前面的它鑄子有嗎 你就要煞車了 你沒煞車 你沒煞車 這很簡單 其實最容易就是這種 就可以打 嗯嗯嗯 其實最年輕人開車或者說經驗不好的開車 他都會覺得那個地方是ok的啊 可是因為這樣就很容易AA到 靠那邊一點 你之前還沒去學車的時候 我覺得你煞的時間都還蠻好的 為什麼你學跟教練學的車反而 煞車的速度都變很慢 都踩死煞車都不是順順的踩 好 這樣 趕快要不要往前一點要拿東西 尿一點 好可以了太前面了 再後面一點點 對 太前面後的車頭在前面 你不要那個底線跟那個藍綠色的線 你一樣重結就可以了